大家好我是肖特 这是一个有三只萌萌的小奶油的故事 正值英发百年战争时期 也就是圣女贞德登场的那个时代 只不过她出场费太高了 可能得要好几个十抽 因此本作女主玛丽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魔女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种魔女 但魔女玛丽亚却和我们想的那种有点不一样 最特立独行的就是 她是个畜 没错不然这部动漫的名字 纯洁的玛丽亚是怎么来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她和其他整天在两个国家之间煽风点火 出卖她们的魔法和色相 赚钱的魔女同伴不同 玛丽亚是个爱好和平的小萝莉 她最讨厌战争了 大家都不可以在她面前打架 因此她的日常生活 就是每天坐着她的魔法叉叉飞到各大战场 召唤出各种远古猛兽 吵架的音发两方各大几棒 把两方刀痛扁一顿之后让她们不准打架 什么你说以报直播太不OK了 没关系 我们纯洁的玛丽亚小朋友 也会用一些比较没那么暴力的方法 那就是派她制造两只猫头鹰屎魔 去用肉体诱惑那些军队的老大 我不好意思 应该是老二 让他们乖乖的退兵 其中这只猫头鹰女 显然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她本来就非常欲求不满 但至于另一只公的猫头鹰 因为处女玛丽亚没看过男人的那个啊 因此她的身体某个神秘的地方非常不完整 完全没入用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称她为猫头鹰 甜好了 但玛丽亚的捣乱很快也吸引了 每天在天上巡逻的天使们的注意 其中以本作最悲惨打工人 大天使米加勒为首 区区人类怎么可以用污秽的魔法影响世界呢 但作为上帝最忠实的公读生 米加勒还是很有良心的 没直接一道雷就把玛丽亚给轰了 她 呃 先说我不能确定在这部动漫 她的设定是比较接近男性还是女性 或许就是无性别 反正就占用人部的她 她在玛丽亚日常外出教训英法两国士兵之时 对她发射武器警告 但是玛丽亚完全不管 依然我行我素 可恶我大天使不要面子的吗 于是这些米加勒直接不爽了 从天上飞下来 打算直接把玛丽亚给灭了 就算是厉害如魔女 也不过是会魔法的凡人 在大天使的面前那个屁一样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但眼看本作就要两集完结的时候 就在此时 一个一直暗恋玛丽亚的法国士兵 男主 吧 这不有男主吗 立刻跳出来对米加勒一阵攻击 谁让英雄救美以获得她的方心 小米心如死灰 现在是怎样 连人类死老百姓都敢攻击我了是吧 没想到人类的信仰先堕落至此 唉 也许是受到打击 也许是两人的爱 连天使都感动了 米加勒决定暂时留玛丽亚一条小命 但取而代之的 是对玛丽亚施展一个狗血的诅咒 那就是一旦玛丽亚哪天失去她的处女之身 她就会同时丧失所有魔法 你想要拯救世界是吧 好啊 那你有种就一辈子当修女啊 这招狠哦 但因为米加勒作为全职打工仔 她很忙啊 没空整天围着玛丽亚转 看她的针槽丢了没 那好像有点变态 因此她就把用自己的武器变成了屎魔 各自女留在玛丽亚身边全天监视 让她不要再那么招摇地乱施展魔法 一旦抓到了违规 离开灭了她 这猝不及防的操作让男女主原地尴尬 愿意围在两人之间生起的爱与火苗 一下就被狗血浇袭了 但玛丽亚可不是会轻易屈服的女人 为了避免被宰 她的听话还是要假装听一下的 但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也还是要继续的 于是她想出了各种诡异的方法 躲避鸽子女的一件事 例如说 啊那没有飞碟 反正只要鸽子女没看到她施展魔法 她就没办法回去跟米加勒打小报告了 猫头鹰女和猫头鹰田也凭借着她们猛情的优势 动不动就欺负可怜的鸽子女 这是霸凌 是霸凌 但这种小把戏骗得了有点天然带的鸽子女 可骗不了万能打光人米加勒 看玛丽亚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让她感到智商受到侮辱 天堂有路不给你走啦 直接送你一张通往订阅的单程票 这天她就趁着玛丽亚又在战场上大杀四方 把士兵们赶回家的时候 她把鸽子女变回了长枪的模样 打算打爆这个不听话的女主 但是鸽子女可能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后群 即便整天被两只猫头鹰欺负 在这段时间和女主等人的相处之下 她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感情 于是在关键时刻故意的射片 救了玛丽亚一命 但是除了天上的教会外 地上的教会也早就对玛丽亚一直的捣乱非常的不爽了 能让英法两个国家的两个教会 都一见一致的讨厌她真的不简单 其中法国的一个妇黑神父 因为无意间听说了玛丽亚被米加勒下的诅咒 立刻就发挥了她灵活的联想能力 那反向思考 不就赶快让她失去真解 她就没有魔法继续作乱了嘛 这位神父你的思想还真刺激 但是再怎么样复回神父也不能牺牲自己嘛 她好歹也是神职人员嘛 用这种方式殉教不好 于是她就派出一个因为战场上玛丽亚的捣乱 而一直赚不到钱 因此非常讨厌她的佣兵 却担任这个采花节的工作 就在采花佣兵用民药民运女主方便采摘时 幸好三只鸟在关键时刻赶到 打跑了这个采花佣兵 但玛丽亚却一丝是惊吓过度 突然就失去魔法了 反正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就结论来说 教会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于是就开心的把玛丽亚给抓了起来 打算择日时时火星把她给烧了 一劳永逸 男主自然是努力要去营救爱人 嗯 以一个非常绕远路的方式 她打算去参战 建立战功之后再为玛丽亚争取特赦 但是她完全低估了附黑神父 相在了魔女的心 反正等她参战回来 女主大概都变成黑炭了 就没啥用 而剩下的猫头鹰女和猫头鹰田 因为他们基本上战力都等于猫头鹰 也没啥屁用 反而最认真的还是那些和玛丽亚同行的魔女同伴 他们的魔法虽然平常都只用来捞钱 也讨厌每次都爱挡人财路的玛丽亚 但还是挺有益气的 姐妹有奈还是帮她一下好了 其中就以这个大凶的卷毛魔女 以及有点内向的臭脸魔女为首 卷毛魔女这天 直接飞到天上找米加勒单挑 米加勒表示 嗯小姐找错人了吧 但不管卷毛魔女骂两句之后直接开赶 用魔法强了整个战场上 所有士兵的武器一起发动攻击 但其结果当然是一枪out 别小看最佳员工的火器好吗 另外一个臭脸魔女就努力对了方向 直接在玛丽亚被行刑的时候 冲去劫发场 终于把她给救了出来 但这个见色旺扬的玛丽亚 满脑子竟想的还是她的男人 硬是让臭脸魔女把她给带到了 男主所在的战场 男主直面在战场上 遇到了那个彩花佣兵 气不打一处来 干猜我女人的话打死你 于是两人打得一个不可开交 但男主这一看就没练过的身材 那你打得过彩花银贼 差点就直接GG了 关键时刻还是女主一个飞踢 终于把彩花佣兵给打趴了 虽然不是想象中的英雄救美 但男主还是赶忙的一阵告白 让女主好感动 正式确立了关系 她终于成功脱单 获得了一个男朋友了 爱情的力量让她的魔法一瞬间又回来了 立刻把战场上还在打架的人 全都摆平赶回家了 并且成为了现充充的她 自信完全爆棚 直接拉着男主仿佛去跟家长似的 跑去找米加勒炫耀 你看这是我男友哦 哦阿波姐好棒棒 如果现在他们两个直接现场直播做了 那也就皆当欢喜了 但问题就是玛丽亚魔法和象拔帮她都要 浑身散发着现充充的骄傲 真该死 实在不能忍的米加勒就好放大招了 手边不是还有这个已经多色不听话的鸽子女吗 由于她为了玛丽亚背叛了天上的教会 因此米加勒惩罚她下凡投胎 并且现场就要指明一个人当她的妈 不然她就要投胎到虫上屁养去咯 鸽子女对主角等人左看看右看看 嗯 当然是选她最喜欢的玛丽亚咯 玛丽亚到现在才知道自己被套路了 当现充充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啊 这才是月老的最高境界 直接给你塞个小孩 让你不和男人生孩子都不行 女主虽然百般不怨 但为了楚楚可怜的鸽子女 还是勉强同意放弃拯救世界的大人 只好去享受家庭美满的幸福生活了 从此世界没了玛丽亚的火月 大概会变得不怎么和平 但就是回复到她原本的样子 玛丽亚和男主搬到一个小村庄生活 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鸽子女转生的玛丽亚的女儿就出生了 对其他人不知道 但至少大天使米迦勒 组合魔女和男人好上的一大任务 终于完成了 又可以回归到那些复杂繁扰的打工任务了 这就是天使的快乐 为什么我得想哭 应该是老二 这样他们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称她为猫头鹰田好了 例如说 啊那边有飞碟 反正 猫头鹰女和猫头鹰田也凭借着他们猛亲 于是她就派出了一个因为战场上玛丽亚 马里亚是谁 就在采花佣兵用米药免运女主方便采摘 直接拉着男主仿佛心间家长寺的 跑去 但问题就是魔法